大家好,我是希杰 你看看我们在华人最集中的地方 Rosby又出来了一套独立房 2013年建的四房三玉 里面的面积 2005是四尺 最大5600尺 屋主把房子保养得非常好 后院还有个大的趴柳 他都坐起来了 并且你看看 他是坐西向东 他的整个的台阶的升级是四级 跟很多的朋友 就是空庭房不一样 他的空庭房非常非常高 非常值得一看 现在屋主的叫价是136万8800块钱 现在大家知道在Rosby在 Valipoli这上面 你看学校啊超市啊 银行啊餐馆的都在附近 非常非常方便 时侯大家居住一套房子 我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 请大家跟进 经过我们团队一个星期的 楼梨奋战了 我们这个周末就可以open house了 这边呢 你看看啊 自动铁门 然后里面可以停两台车 两个车的车库 这边雕花的这个围栏杆 你看帅哥啊 我的这个卖房的招牌 整个房子是坐西向东 2013年建的 你看看啊 非常非常就是端正 四十方方的一条 主路啊 包括我们这个庭院啊 都是四十方方的 你看看 我们从这个铁门进来 这边呢 可以放就是垃圾箱啊 这些东西 整个前院的屋主呢 前面种的是一些菜 现在呢 已经全部都取掉了 所以到时候 新的买家想种菜也好 想装草皮也好都可以 两颗仙人掌的这个大圆球 你看看 很漂亮 整个车库前面可以停两台车 然后两个 你看水龙头啊 到这里可以 到这里洗车也好啊 洗一些家具器皿都可以 从这边也可以进去 你看 这是跟邻居的边境线 但是我们这边都有那个围墙了 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好多的果树 2013年建的房子呢 就比较新一点 是瓦顶啊 整个外面的油漆啊 就是说 十一年嘛 还是有一点点的 就是斑驳的这些秀 但是整个看起来还是不错 好我们进房子里面看一下 你看 整个正门 玻璃门两盏灯 应急灯 好我们进去看一看 哈喽 哇哦你看 整个大大的厅 它也是分成 leaving room 前面是客厅 有餐厅 你看啊 整个这边窗户啊 包括窗帘啊 都做得不错 这边呢 是daily room的 是餐厅来的 现在我们呢 只是摆了个小餐桌 整个看起来 你看 蛮大的 前面的屋主呢 这边是摆电视机 这边是沙发 整个客人过来了 就可以在这边休息 好我们把门关上啊 就安静一点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好好进来看一看 房子的顶蛮高的哦 将近九尺 并且它有吊顶啊 这边有雕花的 你看毛顶 雕花的毛顶 这是 哦 这是车库 所以我们从街上进 自动铁门 然后到车库里面来 停好车 哦 然后就可以把买的东西啊 放到家里面去啊 这边可以去后院 这边是洗衣机 干衣机 这边还有一个洗手台 嗯 两边还有一些鼻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 它的空顶还是蛮高的 好我们先看厨房 还是先看房间呢 我们还是一则老规矩 西街喜欢看厨房先 你看看大班台 对大理事的拙面 嗯 台面 包括这种 你看 出厂柜啊 洗碗机 你看 双洗菜池 整个的这边 你看都是旁边 可以看到邻居 也可以看到隔壁 这边我们自己的小院子 整个这边的厨房呢 也算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嗯 所以十几年呢 整个房子保养的还是不错的 对 这样炉头 哎呦 它这里有个烟雾警报器 有可能电池不够了 我们要装一装 昨天都没有发现有这个 对 这是烤箱 都是蛮有名的牌子 你看 嗯 还有这个山上的冰箱 我们看一看 哇哦 那么多水 所以明天后天 Open House的时候 很多客人过来就 哎 喝喝水 慢慢看房子 慢慢解渴啊 你看 开放式的厨房 就这么舒服的啊 这边是Finding Room 也是客厅 嗯 窗名几近啊 大家可以从我介绍房子的中间 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可以去后院啊 整个的后院呢 它是整个的party都cover起来了 很漂亮 等一下我们再过去看 我们看一下这房间 OK 这是一个储窗室 Storage 你看 蛮大的 这边是另一个房间 四房 三位 两个套房 对 两间套房 整个的我们的衣柜啊 窗帘啊 这边都搭配的很好 说明屋主人啊 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OK 这边 左边是个洗手间 右边啊 右边又是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屋主还放了一个床 对 有时候 嗯 我们在拜访的中间呢 屋主可以到里面来住一下 守一下房间 整个茉莉板都是2013年的 你看保养的不错吧 整个空调系统 嗯 监控器 OK 这是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 蛮大的 嗯 有两个衣柜 嗯 我们看一下 这个带锁的衣柜 未必 有保险箱吗 看一下 哦 还蛮大的 没有保险箱 好 这边是主卧房嘛 它一定有自己的洗手间 整个的立板 这个浴缸 带淋浴 嗯 你看 化妆镜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出风机呢 它是带热气的 对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晚上洗澡的时候啊 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热气打开 哎 也可以省一些电 嗯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第二个洗手间 对 OK 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插桌板不见了 这是 我们团队 要好好仔细的检查房子了 OK 我们去看 第四间房 这应该算是最大的主卧房呢 嗯 你看 我们看看衣柜 有没有灯 哦 没有灯 两边都是衣柜 这边呢 就是向西 然后有窗户啊 这边你看看 还有一个湿衣镜 所以这个桌房呢 应该是主人 两夫妻 住在这边的 这边洗手间 也是一样 你看 整个的浴盆 跟宵尔一样 我最喜欢的这种 就是大理石啊 一直贴到顶啊 然后有抽风机啊 这样就 洗澡的时候就不怕 到时候有什么 水 湿气啊 弄到房子上面来 整个的大理石台面 哦 发妆台 你看 很好 油漆成白色呢 就好摆很多的家具 我们往前走 OK 这是第三个洗手间 也是这两个房间 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对 也可能呢 也可以用这个 你看这都是一样 整个的大理石 贴到了顶部 浴缸啊 就是宵尔啊 淋浴啊 都做得好 嗯 然后这边的 整个的化妆台 洗手台 很正规 然后镜子啊 都不错 你看 这里还有一排 这个聚光镜 很好 屋主要我特别给大家介绍 介绍 哇 你看看 这风 多凉快 从这里出来 你看看 这本来就是房子的一个 嗯 这下面可以摆 摆 BBQ啊 摆一个桌子 但是这后面院子呢 屋主已经把它 就是cover起来了 像做成一个工作间一样 你看看 这边有水管 从这边有水风扇 有风口啊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种 有一些违法种植的地方 不是 它这边呢 是做了一些就是工作间 或者是做娱乐 用的在这边 大家聚会啊 聊天啊 是这样啊 现在后院是蛮大的 但是装了这个party 然后屋主呢 这边也种了 你看桑树啊 枣树啊 橘子树啊 都还可以 还有一个柿子树啊 这边好好打理一下 自己还是可以 好好的利用起来 你看这个中央空调 所以整个房子的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我视频上方的 地址的连接 包括我微信 二维码的介绍啊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加我的微信 明天后天 那个时候 想在洛杉矶买房 都可以跟我联系 好 谢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一期再见